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介绍了一下 简单的Web的工作原理 知道拉帕奇 发什么内容给客户端 对吧 也知道客户端怎么请求 用的是UR UR一共分在一起部分 要清楚一些 好吧 那么这节课咱们继续介绍一下 Web的工作原理 这会儿咱们这个原理知道了 咱们可以做什么 静态网站了 对不对 但是咱们还有什么 咱们是不是还有动态网站 对吧 假如说我现在请求的地址 你看 现在妹子 我这里边有一个目录 叫做DUWN 当落的目录下 有一个 peerp.rar的一个文件 看一下 peerp.rar的文件 当落的目录下 就是在3W目录下 有一个 当落的目录下 有peerp.rar 我现在想用UR 访问这个文件 那IP地址还是这个 它对于的域名 还是3W.lamp brother.net 那我怎么去请求这个文件 按照上帝跟他说的 对 地址栏怎么的 直接写上这个 http是不是用协议 3W.lamp brother.net 木轮灯口 是不能找到这个服务器的 是不能找到这个服务器 也能找到这个外部服务器了 也能找外部服务器 控制这个目录吧 这个目录下 管理的 当 落的目录 当落的目录下 有个php.rar 是不是这样的 一文件 那好 我们现在 看好这个地址 跟上面地址 基本上相似 对不对 但是那前 上几课当重点说过了 找这个sp.hr htmr的时候是把对关键电容打开 原本不动的发到浏览器呢 然后浏览器一看 发过来的事 而且什么瞎瞎瞎瞎瞎瞎对不对 我就是翻译这个的 是把它结成美妙的页面了 现在我请求这个弹幕 烙的目录下的pp.r 对 他不是htmr 那阿帕奇不管你请求什么 他就是请求和响应的 使用这个协议的对不对 你只要请求我不管请求什么 我只要有的我就给你 对吧 那好 现在这个地址是不是请求服务器了 对吧 请求服务器 是不是找到那个pp.r 有没有这个文件 有 那外国服务器把这个电影打开 对吧 代码约伏不动的也给你扣 但是 2r里边写的是htm 现在加速快速能 对吧 他是压缩的文件的格式内容 对不对 不管是浏览器不认识 咱们右键如果有一些工具打开的话 原代码咱们也不认识 用眼睛都看不懂 对不对 对吧 不管你多高的程度 你直接看那个编译后的代码 你也看不懂的 对吧 那代码发过来了 是一堆乱码 对 对 对 什么意思 嗯 浏览器一看 他 他只能解释儿子天上下架 和一些图片声音之类的 对不对 一看这个二我不认识 不认识怎么办呢 所有他请求服务器传过来的文件 他不认识的都会形成下载 弹出一块下载要么下载要么打开 记不记这个 所以下载 通过RTTP下载就是这么多的 你只要往这块放一个文件 让别人一请求就可以下载了 这后边咱们讲下载的时候 咱们会 重点介绍的一个指示点 对吧 但是现在 这个可以了 对吧 咱们说了后边咱们学PRP吗 还有GSP吗 还有ANP吗 对不对 那我这块 我如果地址在这块 我写的是这个 HTTP 3w.lampbrother.night 下边的 比如说 泰斯的下边的 有个泰斯.php 这个目录下 有一个泰斯目录下 就是泰斯.php 是不是有个这个 对吧 那我现在这请求是不是这个 当然这个我还可以给他传参数呢 用 问号 转周者 算位了 这块 你看 问号把 呃 妹子 等于B N 竹 不给他传过去 那这边就能接受到 对吧 你看 是不是用问号 存参数的时候的这种格式 对吧 那这个地址形态的PHP 按照他亲密 输入过那两个的原理 对吧 你不管请求什么 我是不是原封不动把内容发过去 对吧 那 这个也是一样的 你请开点PHP 那么原封不动的把什么 把PHP代码 是不是通过这个端口 是不是也发过去 那你这边是不是能看到PHP代码了 这对吗 这不是咱想要的 但是原理是不是就这样了 因为阿爸奇他解析不了PHP文件 他就是把文件打开 再翻过去的 是不是这意思啊 或者是我请求的建训文件 或者我请求的什么什么文件 都是一样的道理 对吧 所以怎么办呢 外部服务器没有解析语言的功能 所以他必须加一些模块 也就是扩展 或者叫做外挂 帮我们解析这个文件 就是什么 不然的话 这个文件就跟前两个RTML和PPP.RR一样 直接发过去 对吧 但是PPP是服务器端的脚本语言 智能明义的 或者是GNP或者是ANP 都是这样的 所以能怎么办呢 我需要装一个扩展模块 就是什么 这一扩展模块 假如说咱拿PPP计定 那有可能是解析GSP的 有可能是解析PP的 有可能是解析ASP的 对不对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模块挂到外部服务器上 外部服务器基本上都属于那种可扩展式的 它支持100功能 每个功能都是一个扩展 你用什么扩展加什么 对吧 我现在说外部服务器你得帮我解析PP了 它本身又没这个能力 所以又找个帮工 对吧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软件 那解析PP的呢 这就是PP解析器 PP 解析器 对吧 那如果是GSP呢 那就是加装加把虚拟计 就知道吧 等等等等都是这样的 那这样的话就不一样了 首先呢 这两个是两款软件 外部服务器和语言解析器是两款软件 明白这个意思吗 两款不是同一个 只不过这款软件可以作为这款软件的一个什么 一个扩展 听什么 那这样的话 如果用户请求这个点PP文件的时候 首先呢咱们有两件事需要做 把这个扩展装到这个外部服务器上 这是第一件事对不对 然后第二件事告诉会需要在外部服务器做一些配置 配置什么呢 告诉别人后缀名是什么的 你不能直接发回去 你得通过他处理一下再发回去 没有这意思吧 所以如果我请求这个 对不对 请求了这个test 对不对 咱们两件事已经做好了 外部服务器已经加载这个帮工了 什么叫帮工知道吧 就是一个扩展对吧 已经这个了 也设置好了 后缀名是点PP的 由这个来处理 处理完之后再发回去 是不是 所以我在请求PP的时候 外部服务器就把这个PP文件 是不是交给他解析 对不对 那交给他解析 那这里就是咱们后边要重点学的PP代码 对吧 在这解析PP文件是不是在服务器端呢 在服务器端正行 所以成为服务器的这本语言 而TML是不是 虽然你在服务器端写 但是代码是不是发动客户的 用浏览器解析的 所以加上虽然是客户端的交本 这点要分清楚 就分这个语言 在客户端解析的 还是在服务器端解析的 对吧 他既然在服务器端解析 那么 这里边访问的数据库 访问的文件 操作的XM2 操作的目录结构 保存的文件 处理的上传 等等等等 是不是都是服务器上的东西 所以是服务器端的语言 所以我想用他干什么 去看PSP的功能了 服务器的所有东西 他都能处理 这就是服务器端的语言 对不对 你去访问PSP文件 也就是让他在服务器上 帮我们做点事 他还在服务器上什么时候做 对吧 就能帮我们处理 处理完之后 把这个结果 结果是不得给用户看呢 对吧 所以PSP文件把结果 用户能看懂的浏览器能解释 是不是TMRCSI加速度 所以他解析完之后 把这个结果形成 而TMRCSI加速度再发过来 是不是浏览器 就能看到他执行的结果了 你也这么听吧 这就是语言上的一个东西 我们再来看 这是语言 这个语言本身是没有大量存储的功能 对不对 那么网页上像文章 咱们网页只是一个模板 展示文章的对不对 你看上去几个页面 一共才几个模板界面 对不对 其实他有可能有上一篇文章的 那上一篇文章都在PSP里存着吗 他没这个能力 怎么办 你在服务器端还得装一个什么 装个数据库 再装个数据库 看到了 那数据库有很多种了 分别什么 比如说MySQL MySQL Oracle 对不对 还有什么 比如server 对吧 有好多种服务器 你都可以安装 当然服务器 跟外部服务器有关系吗 没任何毛关系 对不对 就是两个什么 就是两个软件 和PP有关系吗 也没有任何关系 也是两个软件 就什么 只不过 这的话就是一个软件 用PP可以访问的 我直接在客户端用别的新 客户端也可以直接访问的 对吧 那PP就可以作为这数据的客户端 或者是JSP访问的数据库 JSP做客户端 对吧 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一个搜索 做一个注册吧 用户请求这个页面 把妹子等于编竹传给了PP 对不对 是不是交到这里 这里连接数据库 把妹子等于编竹编 放到数据库里边去 对吧 那如果这个是搜索 是不是请求TES.PP 对不对 搜谁呢 搜妹子等于编竹这个结果 那PP是不是连接数据库 到海量的数据里查找 查找文的结果 形成RTMR CIS加速代码 每秒的页面 再通过APA型 是不是得发挥了 这种啊 这就是这几个软件 看到了吗 你一个外部服务器需要组合 但是这个数据库 一定要和外部服务器和PP 装在一台机器上吗 如果你就一台服务器 那肯定装在一起 对吧 如果你十台八台的 或者几百台几千台的话 那数据库就得做分布置了 分布分表分机器 就是在有可能 你装几十台数据库服务器 对吧 这是可以单独装的 比如说 现在在我这块 我现在程序里边 装PP 和APA型了 对吧 然后我访问的数据库 可以访问 妹子机器里的数据库 对吧 这样的话我一个做外部服务器 你请求我机器 然后我机器PP 找数据的时候 到妹子机器去找 找完之后拿回来 我给你形成美妙的一面 得发给你 对吧 这就是外部服务器的工作原理 好吧 那因为时间关系 那这节课呢 咱们就简单见到这里 好吧 那下节课呢 我们继续看一下 这些我们如何去搭配使用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下节课呢 就到这里 好 再见